后皇家树 菊来福兮 寿命不迁 省难国兮 身故难兮 更依智兮 功名指向马上寻 真是英雄一丈夫 一风昭奏 九重天 西遍朝中 鹿八千 长开兮 一眼涕兮 爱名声之多奸 一余兮 之所善兮 虽久死 岂有未回 秦时明月 汉时关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新郎 协阳三月 夜间仍有寒凉之意 博州城郊的一片树林中 树影摇曳万籁聚集 一位身穿白色长衫 手握唐刀的白发老人 警惕地行走在林间的小道上 没有对话的机会 更没有商量的余地 蒙面人已然将这位老人杀害 这位老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自己竟会葬身于此 在他回首过往的一刻 脑海浮现的是三十岁的浣海浮沉 还是四十岁的江南生活 或者仅仅仅是二十六岁那年的西北之行 清海长云暗雪山 古城遥望运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架 不破楼兰终不还 他就是圣堂诗人 王昌龄 王昌龄 在大唐璀璨的文学星空中 王昌龄是矛盾的集合体 他的一生长征万里 两副边赛 豪情与热血 汇成一首首苍凉豪迈的边赛赞歌 同时 他笔风骤转写进规格情势 无论是身攻后飞 还是彩莲少女 复杂的心思形态 在他起立细腻的笔触下 展露无遗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诗句 充盈的青春朝气和历史感触 更充满了英雄史诗般的梦想 这种梦想是王昌龄对国家的坚定承诺 也是他希望入世报国的毕生追求 对他来说 入世报国 就像人生路上的灯塔 指引他努力前行 这条路 这条路虽然走得风尘仆仆 但他始终一片冰心在玉湖 那么王昌龄为何被杀 或许 这与他毕生的追求 有着一定的关系 公元七百一十年前后 女皇武则天的侄子武三司和儿子李显 正为了太子之位斗得热火朝天 不过这些庙堂之事 暂时还和王昌龄没有关系 此时的他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他曾这样概括自己弱贯时期的生活 久于贫贱 是以多知微苦之事 每思力养不己 则不觉独坐流涕 寥寥数语透露着人生的艰辛 关于王昌龄的家世及门第 许多现代学者考证认为 他可能出自狼牙王室 但他终其一生和名门士族之间 也没有建立起合法的宗亲关系 更没有给他的仕途带来帮助 王昌龄的这个身世究竟如何 军王在哪里 可能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但是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 在他之前他们家道 肯定是非常的贫贱 他自己曾经在这个诗文当中说过 说自己是久于贫贱 多少年来 人们试图搞清这位诗人的家世 最终因为史料缺乏 未能有定论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 王昌龄的诗所中 他的母亲偶有出现 放歌行一诗中写道 但迎树斗路 奉养母丰修 入世后得到的奉禄不多 只要足够赡养我的母亲即可 虽然我们不知道王昌龄母亲的名字 但我们坚信 他一定给了王昌龄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以至于后来 无论王昌龄去往何处 都邪母同行 直到王昌龄惨遭杀害 他的白发老母仍然健在 贫穷的家世 但是王昌龄不得不一边公庚 一边读书 妖脸欲和之 冬元亦秋酒 寥寥数字刻画出一位老农的形象 这些用来记录自己生活的文字 都变成了一首首诗 艰难困苦的生活 没有压垮王昌龄 反而激发了他努力奋斗的志气 家庭贫困 家庭贫困 门地衰微 王昌龄从小就明白 读书入世 读书入世 是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唯一途径 始于公元618年的唐朝 经百年积累 到玄宗一带 出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 皆是繁荣 乡夜殷实 国力空前强盛 在这浪漫的年月 许多诗人远离故乡 行走在广袤的土地上 因为唐朝的科举不乎名 考生的名字可以被考官直接看到 那在这种背景之下 很多很多的唐朝的文人 都是周游四方的 有人认为他们在游山玩水 其实游山玩水只不过是 捎带着的 他们真正的目的 是走遍各地 去结识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士 因为你不知道哪朵云彩会下雨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 只要能让自己入世 年轻的王昌龄 哪种途径都想尝试 没有根基 没有背景 也没有帮衬 凭的就是年轻人特有的满腔热血 公元七百一十九年 二十一岁的王昌龄结束公庚生活 告别母亲 踏上了漫长的远游求逝之路 王昌龄从同关出关 图中他取到画音线 从那里远眺 从那里远眺太华山写下 云起太华山 云山互冥密 之后他曾在松山短暂停歇 其间拜议一位交信道士 年少的王昌龄不虚不及 一边感受着大好河山 一边寻求入世的机会 王昌龄有一位同宗伯父 时任同州次世 他满怀对伯父的仰慕之情 为其写了一首诗 希望得到引荐和任用 但不知何故 王昌龄的愿望没能实现 就连那首诗 也只留存下了 恭维伯父的部分 大贤本孤立 有时起思伦 博父自天秉 缘公再生人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干夜无果 但为了梦想 为了改变命运 王昌龄一直坚持在路上 公元七百二十一年 王昌龄与朋友在邯郸观列 他爱上了这纵马驰骋 搏杀猎物的豪迈 心中的诗意瞬间爆发 这猎场上的少年义气激荡起王昌龄心中的豪情 暮落草枯 糊涂肥贱 烈者沉醉而来 此时的王昌龄借观列抒发自己的少年义气 这些诗句仅仅是为他将来大量歌唱边赛生活而做的续曲 他觉得光在这观列还不够 他还要继续北上往边赛去 往更靠近工业的地方去 走之前他给朋友写下 气高清富难 谁故燕山明 年少的王昌龄气势高昂 直输兄弟准备为国富难 那么王昌龄的很多的这个诗 名句都是直接直出心意 换句话说 他并不掩饰自己建功立业的那种欲望 这个可能是个性决定的 也可能是跟王昌龄的这个个人境遇是密切相关的 这种底层逆袭上来的孩子 对于建功立业 那是十分渴望 所以他愿意用文字直接表露自己的这个胸怀抱负 历史学家根据王昌龄存世的诗歌推测出 他从幽州去了济州 平州 盈州等东北边地 最远可能还到过如今蒙古国的杭爱山 战马 甲杖 红旗 少年 年轻的王昌龄欣然望索皮 勇望淫不措 封侯取一战 起腹念规格 大将军出战 白日暗于关 散练黄金甲 铲鱼或胆寰 世间风景万千 人海过客无数 唯有在边赛 才能让王昌龄自然而然地抒发着内心的英雄气概和万丈豪情 但这种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 从公元719年到公元721年 三年的时间已过 入室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又想到家中的老母亲 王昌龄不禁想要结束这漫游的生活 古舟未得计 入梦在何年 他需要等待一个机会 公元722年 宰相张岳提出军事改革 将战时打仗闲实务农的辅兵制 改为面向全社会招募 并提供优厚待遇的募兵制 所谓募兵制 说白了就是用职业兵役制 取代了原先辅兵这种义务兵役制 对那些渴望建功立业的人来说 似乎得到了一个机会 第一 我能够到边疆上去建功立业 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当兵可以吃粮 当兵可以拿钱 何乐而不为 对于文人来说 边境战争多了 那么这些截图史就需要有自己的幕府 这就有大量的岗位 慕兵制一经面世 大量文人希望在塞外建功立业 从而掀起了一股从军热 编赛师也成为当时的写作热门 公元724年 26岁的王昌龄嗅到机会 他再次告别家人和朋友 目的地是河西拢幼 王昌龄西出阳关 沿途的风景逐渐荒凉 沙漠 残阳 孤城 铁甲 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尽管历史没有记载王昌龄在边塞的具体事迹 但我们可以根据他的诗作推论出 他的第二次出赛可能入伍参军 或者担任了某位节度使的幕僚 因为只有亲历者才能写出情真意切的作品 不过 刘马心画白玉庵 战霸沙场月色寒 城头铁骨生油镇 霞里金刀血未干 大漠封尘日色昏 红旗半卷出圆门 前军夜战桃河北 以暴生秦土豫魂 大漠与封沙 战争与死亡 成为了王昌龄最常面对的生活 也给予他无限的创作热情 他以口为奸 跨越山河 飘往长安 全天下都知道 河龙出了个大诗人 与第一次出赛的游历不同 这一次王昌龄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 漫漫边关 风沙满地 那是一个静着血与火 激情燃烧的地方 住着的是千千万万 常年浴血江场 是生死于不顾的汉子 他们的肤色被大漠的骄阳晒得有黑 因为经年的征战 有些士兵的盔甲已被磨破 这群汉子在篝火旁坐下来 饮上一杯酒暖暖身子 酒过三旬 琵琶起舞唤新生 这是一首故乡的老歌 熟悉的乐舞与思乡的酬绪交织在一起 与礼仪还乱无尽无休 此时满堂喧哗呼的便做一派肃然 大家都安静下来 一位老兵的眼睛里露出了闪烁的光 这次重返边赛 王昌龄为边赛风光所迷醉 更为艰苦的边关生活所感动 回到住处 王昌龄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但是龙城非将在 不叫狐马 杜殷山 这首《出赛诗》 里边既有对束手边疆的将士的同情 有借这首诗表达对统治者 任用将士不得欺人 还有对这个的批判 里边有着对和平的呼唤 而且呢 他还是超越了某一个时代的 此诗一出 震惊圣唐边赛诗谈 后来更被明代著名文学家 后妻子领袖李潘龙 推为唐人七爵鸭卷之作 余想绵延至今 此时同时代的边赛诗人高氏 刚刚定居宋城 以更调为生 诗人陈申也才刚刚十几岁 诗人陈申也才刚刚十几岁 来说机会十分渺茫 公元七百二十二年到公元七百二十七年 这几年突厥寝和 契丹战败 吐蕃被退 大唐帝国盛极一时 王昌龄在这个时候想要从容入世 凭借军功走马上封侯的捷径 恐怕是错估了形势 又是一年秋风萧瑟 虹日缓缓落下 独立城楼的王昌龄 入室无门思念家乡 对边赛的酬绪全都涌上心头 他觉得他该回去了 封火城溪白尺楼 黄昏独坐海风秋 耿吹枪笛观山月 乌纳金归万里愁 王昌龄这时候的诗作 已经隐隐可看出他心中的愁绪 这也许是他日后施风 从慷慨激昂 皱变为感情细腻的原因之一 公元726年 王昌龄结束了出游 在返城的路上 他住进了两年前初赛时 住过的客舍 京师就在眼前 但他的心情很复杂 此情无人可诉 只好独自饮酒 客舍的主人见此情状 过来陪坐在旁 宿说起自己 那些历经沙场之苦的过往 十五一边地 三回讨楼兰 连年不结甲 即日无所参 去时三十万 独自还长安 不信杀长苦 均看刀剑般 塞外从军 何其残酷 如今三边无市 正处大唐盛世 年轻人应当有年轻人的精气神 老者的言语惊醒了王昌龄 他觉得必须要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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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身固难袭 更依窒息 功名指向马上去 真是英雄 应丈夫 一风昭奏 九重天 西遍朝中 鹿八千 长泰西 一眼惕喜 爱民生 之多见 一余心 之所善心 虽久死 岂有未回 秦时明月 汉时关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心郎 开源盛世的繁华长安 是大唐最璀璨的明珠 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四方来朝 商旅不绝 在繁华背后 寸土齿地与金同价 是唐朝长安城最真实的写照 位于长安东南的蓝田县石门谷 高临笼罩 风景优美 而且租金便宜 是寒门弟子苦读学习的聚聚地 公元726年 从边塞归来的王昌龄 在石门谷赞助 如何谋求进一步发展 成为王昌龄当下面临的问题 数年颠沛流离 让王昌龄身心疲惫 虽然凭借诗作有了少许名气 但对入室来说 并没有什么帮助 他本是个希望有所作为的人 在两次游历边塞后 对圣事的信仰成为他一生最坚实的信心 和理想的源泉 以致当他日后长期身处禅网和伦气之境 也难以改变 要实现这一理想 只剩下科举了 公元731年 王昌龄赢了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这一年 朝廷设立的博学红辞科开考 唐朝科举在晋士极地后 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 没有官职 如果要想入室 还要接着考 于是不少晋士在春风得意马蹄集 一日看尽长安花这种短暂的喜悦轻快后 便会面临着长期寂寞的候选时光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唐朝在常规科举外设置了博学红辞 书判拔萃等科目 反考试优等者 不论获得科举集地年数多少 皆可立即入室 其中博学红辞科作为最高科目 在开元十九年正式实施 哪有什么无心插流柳成音 都是努力之后的水稻渠成 王昌龄考中之后 官拜秘书省教书廊 这是个正九品的小官职 在皇家图书馆负责图书的教刊和整理等事物 级别虽低却很有前途 教书郎这个官职的确他品级不高 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评价唐代这个官职的时候 不能光看其品级 还有一个问题要看其前途 这个官职是公认的近史当中的才华横溢者 近史本来就已经是天下之华选了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还要在里边再要选出大家公认的大才子 才能够出任像秘书省教书廊这样的一个职位 所以能够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 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 33岁的王昌龄 多年愿望终于实现 有了收入可以养家 更有了施展报复的机会 在京城长安 王昌龄结识了李白 常见的众多诗坛好友 他们交游 喝诗 对酒 逍遥于山色 辐光 诗人多知王昌龄的豪迈鞭赛事 其实 他也是一位最懂女人心的诗人 当看到盛庄打扮女子登上高楼 迎接征战归来的夫君时 王昌龄有感而发 借用女性视角 表达了自己的愁愁满志 迟到洋花满玉沟 红庄漫满上青楼 金章紫兽迁于齐 夫婿召回出拜侯 秘书生教书郎 为王昌龄入室夺得开门红 虽然后来的仕途坎坷 当前无法预知 但此时似乎所有的机遇都涌向了王昌龄 正是这一年 秘书省迎来一位长官 他就是后来官至宰相的张九龄 张九龄的到来 对王昌龄以后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时候的张九龄已经53岁 任职秘书少监 是秘书省的二把手 据说他替皇上写诏书挥笔集成 他也曾举荐过王维 孟浩然等人入室 在当时 他是一位既有权位 又受人侵慕的文坛前辈 张九龄作为教书郎的直系上司 王昌龄经常作诗去向张九龄请教 在了解他的家世和现状后 张九龄告诉他一句话 储屯而必行其道 居漏而不改其度 意思是在艰难的环境中 也要坚持自己的主张 居住在漏事之中 也不改自己的气度 能得到张九龄的点播 王昌龄很幸运 公元735年 王昌龄签任河南府四水县位 秘书省教书郎是贤职 四水县属于基县 县位虽然官不大 但也有一定的实权 王昌龄以为自己终于踏上了人生坦途 前程必定如花似锦的时候 他却不知此时的他 已然站在人生抛物县的最高点 之后迎接他的将是风霜雪雨 王昌龄是个孝子 在京城做教书郎时 家就在附近 可以随时照看老母亲 这次离京外调 他邪母一同上任 县位是县令的署官 主要工作是落实纳赋 维持治安 事物琐碎且繁杂 与文章风雅壮志凌云毫不相干 王昌龄是个文官 不适合这个职位 但为了生计和仕途 他只能忍 大时代背景下 小人物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有被选择的命运 公元736年11月 大唐首席宰相张九龄被罢相 李唐宗氏出身的李林甫称为右相 从此李林甫得势 大肆结党营私 向玄宗铲颜弄拳 在政治上 王昌龄属于张九龄一派 与张九龄同样有着清雅的名声 善于直书己见 张九龄遭遇不公后 王昌龄写了一首诗 尖雄乃得志 遂使群心遥 赤风荡中原 烈火无遗朝 一人既不用万里空萧条 虽然此诗留存的并不完整 但仍能看出王昌龄大骂李林甫是尖雄 别人再朝为官 要学着见风使舵 明哲保身 可王昌龄还像早年写边塞诗一样 将其对政治的见解毫无保留地写在诗中 于是这个积极于公民的书生 在刚刚走上仕途后 直接被贬王岭南 正直的品格 往往会招来恶意的诽谤 他有一首诗叫做《见遣至衣水》 得罪有己诏 本性亦然诺 王昌龄将这次遭贬归为本性使然 祸从口出 不怨天也不由人 他似乎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泰然踏上贬途 历史就这样缓缓走进了公元737年 这一年唐帝国发生了两件震惊朝野的大事件 四月 已经霸相的张九龄被李林府诬陷 连往荆州任职 同年 唐玄宗将儿媳杨玉环照入宫中 从此之后 六宫粉带无颜色 在那个封建时代 这个帝王们的私欲导致了很多女性命运的悲哀 我记得看到一条材料 那个皇宫里面 伺候皇帝 玄宗皇帝 一个人的女性有多少呢 鸡四万人 历代帝王为了满足异己之欲 形成了畸形的后宫婚姻制度 唐玄宗时 他独宠杨玉环 其他妃嫔只能在冷宫消磨一生 怨情满腔 于是写进宫中妃嫔失宠后 无限怨恨的公愿诗 在唐朝十分盛行 王昌龄前往岭南期间听闻这些事 他想要用一首诗来表达此时的心境 无奈连日的奔波让他身心疲惫 在梦中他仿佛穿越千年 看到了汉朝时期被打入冷宫的班节鱼 他如此年轻貌美才华出众 如今却为皇帝遗弃 只能一人在这凄凉寂寞的身宫 形单影之 恍惚间 王昌龄觉得自己的坎坷仕途 与班节鱼的不幸遭遇相似 一个是天生贤才却沉沦坎坷 一个是美如芙蓉却身所冷宫 王昌龄用独有的细腻情感 借诗宠宫公女的愿情 创作了《长信秋辞》 奉舟平民金殿开 赞江团善共徘徊 欲言不及寒压色 游带朝阳日影来 里边用这个一个意象 团扇 那个古代的文人 他夏天来了手里边拿个扇子 到了冬天的时候 我恐怕觉得拿扇子的只剩下诸葛亮了 团扇赴团扇 奉君清暑殿 一天热了 我拿过来扇子 天凉了我就搁那了 容易一个被遗弃的 他用这个意象 已经说明了自己的一个状态 不光是王昌龄 看他们所有人写的是公愿诗和归宴诗的时候 我们都要心里头明白 他八成 是在说自己或者身边事 不是在描绘一个真正的女子 如果说在此之前 王昌龄写的 都是年轻人的意气与豪迈 那么从被贬之后 既用女性问题来抒发自己的情绪 也成为他诗歌的内容和特点 走走停停 沿途会有 是王昌龄此次南辩途中的基本模式 幸随板于远 富浅何忧在 因为所犯罪名不重 可以携老母同行 能朝夕尽孝 也算稍有慰藉 公元737年下 王昌龄到达荆州 前去拜访被贬于此的张九龄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获得赦免 此时的张九龄已经59岁 虽然被贬 但一生为国选贤举能了他 愿意举见更多有才能的年轻人 张九龄曾是王昌龄的上司 深知王昌龄的学识与为人 在经过一番寒暄后 随即答应向朝廷举见王昌龄 得到张九龄举见的消息后 王昌龄在荆州住下来 等待朝廷的恩赦 此时在张九龄幕府的还有孟浩然 孟浩然与王昌龄早年间在长安结识 没有想到王昌龄的这次被贬 促成了两人重逢 他们两位在荆州和襄阳一带 论诗访游相处甚欢 王昌龄在荆州一待就是一年 虽然有张九龄的庇护 孟浩然的陪伴 但是他心思挂念的还是朝廷的恩赦 一想到这些王昌龄心中就不觉忧愁起来 在一次郊游赏春时 遍野的花红满地的柳绿春意盎然 一位妇人登高望远 因为看到路边的杨柳春色 惆怅之情涌上眉头 同在赏春的王昌龄看到这一幕 心有所动随即写下 归中少妇不知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墨头阳柳色 悔叫夫婿密封喉 女人的美丽似乎总被惆怅点缀 王昌龄逆离开头 归怨没有从怨写起 因为这首诗他被称为最懂女人心的诗人 不过那首诗很快传进了长安城 也传进了李林府的府中 如此多的怨 保家护国你不愿意了吗 为大唐奉献青春是后悔了吗 于是一封封举报信来到了朝堂之上 在牛先克的任相这件事上 张九龄就已经得罪了唐玄宗和李林府 严格来讲 就是因为张九龄的那种执政理念和他的个性 已经不被越来越浩大喜功 越来越刚愎自用的唐玄宗所容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见 别说是王昌龄任何人想再找张九龄来进行举荐 张九龄已经是自顾不暇 哪里还有余力去帮助别人 公元738年秋 王昌龄七代中的恩赦没有到来 等到的却是寄身前命 造就南边 王昌龄带着家人继续前往遥远荒凉的岭南 其间他依旧借用公元师来表达自己的仇绪 芙蓉不及美人庄 水电风来朱翠香 谁分寒涕眼秋善 空悬明月代君王 宫中的嫔妃需要代君王 不惑之年的王昌龄亦如此 公元740年年末 王昌龄得道恩赦 返回长安 这一年大唐盛世最后一位名相张九龄去世 这一年王昌龄四十二岁 王昌龄不及美人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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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来伏兮 寿命不迁 省南国兮 身固难兮 更依智兮 功名指向马上寻 真是英雄一丈夫 一风昭奏九重天 西遍朝中 目八千 长泰兮 一眼涕兮 爱名声 之多奸 一余兮 之所善兮 虽九死 岂有未悔 秦时明月 汉时关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心郎 南京 长江中下游的一座城市 自古以来便以重文宗教著称 一千多年前 这里叫做江宁 那时一位来自长安的诗人 在此雅籍引勇 收徒寿诗 被后人称作 师家夫子 王江宁 公元七百四十四年 王昌龄在江宁 已经成为聚会的焦点 丰富的阅历 卓越的才华 以及豁达的心态 文人世子都喜欢与他交朋友 四年前 王昌龄从岭南回归后 出任江宁县城 关街八品 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 是县里的二把手 相比于正九品的四水县位 略有升迁 但跟他的仕途期望相比 差距还是很大 在江宁工作一段时间后 王昌龄发现 虽然他与县令之职 只有一步之遥 但为了避免与县令争权的嫌疑 上到赋税 下到治安 他什么都管不了 以至于府补压中的力须 串通仪器 只让他在文件上签字 至于文件上的内容 他一概不知 两年的时间 王昌龄的理想 就被现实击得粉碎 他在一首送给故人的诗中表示 县职如常英 终日减我身 平民屈骏服务 不得斩故人 诸事缠身不得自由 就连看故人的时间也没有 年轻时兼济天下的理想 也成了笑谈 公元744年 唐玄宗将纪元方式从年改为载 天保三年变成了天保三载 这一年是唐诗历史编年上重要的一年 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首次相见 写下二月春风四剪刀的诗人 贺之章 驾贺西去 这一年王昌龄因事进京城 至于何事历史没有记载 可能是因为公务 也可能是想要斩故人 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王昌龄在公元744年来到了长安 在这里 王昌龄与好友李白相遇 这时候的李白已入汉林 正处于对玄宗失望 打算离京之时 这时候的王昌龄 郁郁多年不得志 这样的两个人 在这样的时刻再次相遇 奇妙的缘分和惺惺相惜的才情 让他们一起开怀畅饮 吟诗诵词 除了偶遇李白 王昌龄还与王伟等好友 同游青龙寺 参加文士雅集 诗人们总是格外敏感 在小天地里纵情的同时 也感知到了大唐的变化 这一年的三月初五 尊崇神仙 迷信道家之好的唐玄宗 大肆包扬安禄山忠勇可家 并任命他兼任范阳节度史 离开京城的时候 王昌龄给自己的一位同宗兄弟 写下一首诗 叫做肃坝上 即氏玉宇帝 他在其中写道 双摇植植植草 竹饮明光佩 公论日西族 朝廷蹉跎会 孤城海门月 万里流光带 不应白齿松 空老中山矮 这些年自己仕途屡错 如今年华见老 总有治国良策 但远离京城 能够面胜的机会 也越发渺茫 如果可以 他仍然相信 自己这颗白齿之松 不会空老于中山之下 在江宁的这些年 是王昌龄一生中的重要阶段 以他的诗歌创作能力 加上有置身于自然风光 优美 物质生活丰富的江南 促使他进入一生中 又一个创作高峰期 王昌龄在江陵 有一处隐居之所 位于九区青西附近 随着历史变迁 青西河逐渐消失 与王昌龄同年重磅 极地的诗人常见 曾在此小住过一段时光 并留下诗句 青西深不测 隐处为孤云 松迹露微月 清光游未君 在这九区青西的住所内 王昌龄与不少诗坛名家 保持着友好往来 如李白 王伟 陈申等人 他们适时雅极 其间盛况 留给后人 无尽遐想 雅极呢 其实就是无人雅士的 英文而聚会的 一个活动 大家可以去背诵 曾经写过的先人 前人的一些成果 一些作品 有点像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说那个飞华令 我们今天都写乐 今天是个什么日子 我们都写这个日子的 都去背诵 跟这个日子相关的 另外一个 今天我们面对着 这条潺潺的小西 咱就写这个流水 还有的 咱们几个聚在一块了 我们今天 或者一个主题 或者一个题目 咱们一块来写同一首诗 目的是什么 创作诗文 联络情感 切磋诗意 以王昌龄为中心的 天宝江宁雅集 成为素材 进入后世诗画之中 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南唐画家周文举余 所作的文愿图 该作品现藏于 北京故宫博物院 描绘的是 王昌龄与其师友 在江宁县城任所 琉璃堂厅前 聚会吟唱的情景 文愿图中 四位文士 围绕松树 思索诗句 有以垒石 持笔密具者 有靠松干 构思者 有两人并作展卷 推敲改师者 情态各异 行神俱备 据传在这幅画里 有高氏和李白 当然 这并不符合事实 甚至这幅画里 描绘的雅集活动 也属于后来人的想象 但不可否认的是 大唐的诗人们 通常以诗相交 扬名立万 诗人之间的吟诵 欢饮 经常通宵达旦 有人醉卧 有人醒来 梦中的家具 就这样 飘然降落到人间 作为开源诗坛上 成名较早的诗人 王昌龄 与其他文人的交往行踪 常常为诗人所关注 他们的风采 也在中唐战乱之后 成为后人追忆 盛世成庭的一部分 他们历经盛世 他们就是盛世 彭承人刘富 在中唐失明颇盛 他在江宁干液了王昌龄 成为王昌龄的弟子 王昌龄对他评价颇高 称他是 后来主文者子矣 意思就是 以后的唐诗宇宙 全是你的天下 当我看这段文字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了两点 第一点是 这个刘富 是围绕在 以王昌龄为中心的 一个诗歌创作圈里边 他是属于这里边的一个团队成员 那也突出了 王昌龄在当时的 那个创作界的一个卡位 第二点呢 就是王昌龄评价了 这个刘富的创作 我们今天说什么呢 你这个人行不行 看谁来评价你 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 关键是他评价你 那个人本身他得行 你评价刘富他行 那就说明 你王昌龄本身就非常行 这座位于江宁县城后院 用琉璃材料修建的厅堂 就这样在后世被传为佳话 除此之外 这座琉璃堂 还是王昌龄收图寿师的学堂诗厂 唐朝的开源盛世 是一个辉煌的时代 也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时代 经济繁荣 为诗歌创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社会安定 为诗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以师父取式的科举制度 推动着文人对诗歌的学习研究 于是学诗写诗成为唐帝国风靡的时尚 衙门空闲时刻 王昌龄便待在琉璃堂 向众人敞开大门 借助自己的写作经验 开门讲解作诗之法 凡作诗之人 皆自抄古今诗语 精妙之处 名为随身卷子 以防恐思 作文性若不来 既需看随身卷子 以发幸福 随身卷子 好比今日的摘抄 随身携带 能在诗人密具苦思时 助一臂之力 坐下学生听到这一朴素方法 各个奋笔集书 生怕漏掉先生 讲解的每一个字 凡神不安 令人不畅无幸 无幸既任睡 睡大养神 常须夜停灯自教 不须抢起 抢起既昏迷 所懒无异 执笔墨 长须随身 性来记录 诗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就像吐起葫芦 稍纵即逝 写诗没有灵感 不必挑灯夜战 更不必担惊节律 尽管放松身心 该睡便睡 睡足后 神思通透 灵感便会不期而至 当灵感来的时候 动作一定要快 要迅速掏出随身携带的纸笔 将它记下 江宁地区 自古便是 纸上写不尽 灯火繁华 笔下道不完 世事沧桑 除了室内讲课 王昌龄还经常带领学生实践 他们一起登楼赋诗 怀骨诵金 据说王昌龄在江南广有门徒 并在诗歌领域产生过较大的声势和影响 随着学子越来越多 王昌龄把讲解作诗之法编撰成书 名为诗格 书成之后 这些内容成为他授课的教案 他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 或者创作经历 提炼出能写进书中的经验 交给小年轻孩的 小年轻人的一个写作教材 公元804年 日本僧人空海随浅唐使入唐学法 返回日本的时候 带走了多种汉籍 其中便有诗格 此是在唐之日 与作者编偶得此书 古诗格的虽有数家 近代才子切爱此格 正因为僧人空海 今天我们才有幸看到 王昌龄的诗学心得 前半生弹剑高歌 后半生毁秘封喉 在无聊压抑的衙门里 王昌龄借助教师授徒 与青年讨论诗文的方式 一方面整理自己的诗学心得 一方面陪伴家人 这对于四十多岁的 王昌龄来说 无疑是一种积极的选择 一百多年后 一位名叫张乔的诗人 到访琉璃堂 他想起王昌龄当年 在堂中的声明和种种热闹 心生感慨 写下一首 提上缘许堂所任 王昌龄听 琉璃堂里当时刻 久绝银声济厚尘 百四十年亭树老 如今重得见诗人 诗作调谷伤筋 感叹王昌龄走后 琉璃堂从此跌入 一百多年的寂寞 王昌龄一生 创作将近二百首诗作 在元朝书籍 《唐才子传》一书中 曾这样描述他 昌龄公诗 缜密而私钦 实称诗家夫子王江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作诗家葬关筹 作诗家葬关筑 作诗家 soon 王昌龄公诗 《侯王家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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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来福息》 《侯王家术》 深固难袭,更依智习 功名指向马上寻 真是英雄,应丈夫 一风昭奏,九重天 西边朝周,目八千 长泰西,一眼替袭 爱名声,之多奸 一余心,之所善心 虽久死,岂有未悔 秦时明月,汉时光 万里长征,人未还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心了 从公元七百四十二年到公元七百五十年 除了期间返回京城两年 王昌龄一直待在江宁 这里是他一生中除家乡以外 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 这些年他雅极引勇 收徒受失 在经历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后 总算平稳下来 不过 这种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 公元七百五十年 公元七百五十年 大唐的盛世走向巅峰 从上至下 奢侈之风前所未有 李林府 这位盛世大唐的宰相 在唐玄宗的极度信任下 他的权力也如盛唐一样 只手遮天 他私自大兴土木 扩建自己的园林 江宁地区树木繁多 李林府在这里肆意砍伐 为自己的园林采集木材 面对此事 五十二岁的江宁县城 王昌龄勇敢地站了出来 因为他知道 太宗李世民曾说 福治国犹如灾树 本根不遥 则枝叶茂盛 王昌龄在给朝廷的奏折上写道 朝中贪官欲砍青龙墓 青龙百墓将领有之 墓乃百姓之物也 百姓愿罚之 不愿则不罚之 他极力讽刺李林府 不顾百姓反对 抢罚属于百姓的木材 底层官员的奏折 需要向上级官员层层转递 其中有着复杂的关系网 一些得罪权贵的奏折 不知在中途哪个环节 就被扣下 王昌龄是一位八品官员 他斥责李林府的奏折 经过层层传递 最终出现在了李林府手 王昌龙早年间被扁岭南 就与李林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今李林府全清朝野 等待王昌龄的必定凶多吉少 在玄宗面前 李林府诋毁王昌龄 说他在江宁整日雅极银勇 纸碎金迷 是严重的失职行为 并尚书建议将其赐死 好在玄宗欣赏王昌龄的才华 正观昌龄之错 只于不互细行 且勿以重刑处之 意思就是王昌龄罪不至死 只不过是不拘小节 虽然此事有后人杜撰的成分 但无论怎样 年过半百的王昌龄再次遭贬 贬折地在更加遥远的龙标 王昌龄作为当时诗坛的名人 因为花天酒地被贬的谣言 很快传遍了长安洛阳等城市 他的众多好友 与向往他的文人誓死 都发出疑问 这还是那个豪迈直言的王昌龄吗 难道他已经忘记初心了吗 江苏镇江唐朝史称作润州 在市区西北侧的金山旁 有一座芙蓉楼 登高望远 可俯瞰长江 遥望江北 公元750年秋 王昌龄在前往龙标赋任前 在此送别好友新建 新建是王昌龄在江宁的好友 他打算从镇江去到扬州 北上洛阳 王昌龄一直陪着新建 从江宁走到润州 最后在芙蓉楼分别 秋冬时节阴雨连绵 寂静清凉的江水泛着寒意 王昌龄与新建两人围着火炉 饮酒驱寒 借此机会 王昌龄与新建促膝长谈 向新建清土心里化 洛阳城内有很多我的老朋友 如果有人要问起我的情况 请你告诉他们 我的心就像冰心和玉壶一样 冰清玉洁 一夜寒雨增添了萧瑟之意 烟雨七迷笼罩着天地 仿佛支撑了一张 看不见摸不着 却又无边无际的丑网 王昌龄望着新建远去的方向 直到朋友的身影逐渐模糊 淹没在远山的朦胖中 汉雨连降夜入屋 平民送客 楚山姑 洛阳亲友如香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一个人的孤独不算孤独 一座山的孤独才是真的孤独 王昌龄用冰心玉壶自愈 这不是洗刷禅明的表白 而是蔑视傍逸的自愈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叫轻者自轻 而这个玉壶 冰壶 它本身就是清洁 洁净的一个表现 文人呢 常用这个意象 来表现自己 表达自己的光明磊落的内心 王维就有一首诗 叫轻如玉壶冰 李白那么大的诗人 也曾经用过冰壶 玉壶这个词 来表达有钱君子之间的交流 虽然后世的众人 多用冰壶来表达光明磊落 表里如一的品德 但都不如王昌龄的这两句 因为它不仅是送给有人的诗 还是王昌龄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送别好友新建后 王昌龄再次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开始前往龙标县 当好友李白听闻王昌龄被贬时 既同情又无奈 挥笔写下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 遥有此迹 杨花落尽 闻到龙标过午西 我记仇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狼西 公元751年 以过知命之年的王昌龄 来到了蛮荒之地 龙标 就在这一年 千里外的长安城内 唐玄宗任命安禄山兼任河东节都市 同时为他修建豪华别墅 今天的贵州龙里古城 就是唐朝的龙标县 古时这里地处偏远 常被人误以为险山恶水 其实真正的龙标 山清水秀 民风淳朴 由于这里远离朝廷 人们没有把王昌龄 看作有罪之人 认为他不仅是来自朝廷的官员 而且是满腹经伦的文化人 所以人们很尊敬他 并以王壮远来称呼他 如果在之前的围观中 王昌龄只是诗作有名的话 那么在这里 他的基层治理能力 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县位 他狠抓社会治安管理 一边教化民众 一边赏罚分明 此外王昌龄改进龙标原始的劳作方式 指导各少数民族群众 兴修水利 开荒造田 扩大农业生产 空闲之余 他开办龙标书院 传授教学 把优秀的汉族文化 播撒到这块 极少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土地上 在他的影响下 龙标各少数民族 开始学习使用汉字 逐渐能用汉语交流 据传 他的诗论著作 兼授图教材诗格 也最终编定于此 城外的稻香漫过田野 河边的垂柳清歌漫舞 新酿的米酒醉了诗人 这人世间的善良 优美的景色 深深触动着王昌龄 于是那些发生在生活中的趣事 全都被他收录进诗里 在夏季 王昌龄与友人一起西边野宴 中午沉醉于荷塘美景 荷叶罗裙一色彩 芙蓉项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 文歌视觉有人来 王昌龄将彩莲少女 与绿河红莲完美融合在一起 景美人更美 一首小诗惊艳的世人千年 夏日的傍晚 西边清风席席 王昌龄与朋友们来到竹林深处 歌声与美酒 是为了庆祝生活的美好 不要因为贬折 而沉浸在愁苦中 圆溪下晚足凉风 春酒香携旧竹丛 莫道贤歌愁远折 青山明月不存空 晨光稀微的时候 王昌龄站在远水河畔 送别一位柴姓朋友 这次王昌龄 一反送别的伤情格调 以积极乐观的口吻 清新流利的语言 表达对有人的一片深情厚意 远水通波街舞缸 宋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层是两乡 人生须达命 有酒且长歌 只要青山依旧 明月长照 不必计较身处何方 漂泊半生的王昌龄 似乎看透了人生 他不再满含幽怨 而是积极乐观地 面对每一天 人生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 放下过去 才能活好当下 正当王昌龄下定决心 要安稳生活的时候 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件 和他毫无征兆搭上了关系 公元755年11月初九 安禄山带着15万人 在泛阳敲响了屁股 以奉密诏讨伐阳国中为借口 起兵造反 耗费几代人心血开拓的大唐盛世 在这一天戛然而止 青天之变猝不及防 叛乱如晴天霹雳一般 以最激烈的方式席卷了所有人 安世之乱是李隆基的痛 也是唐朝所有文人的浮华一梦 公元756年的春天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 传到了遥远的农标 王昌岭出文消息的那一刻 被平静生活安抚下来的热血 再次喷涌出来 年轻时奔赴边塞的场景 不叫狐马渡阴山的豪迈之气 一幕幕浮现在脑海 中原的战火一时蔓延不到偏远的龙标 但生逢乱世 即使命运如蝼蚁 也要心向阳光 当所有人都奔向江南避难时 王昌岭决定由南北上 以身救国 继续实现自己的政治报复 史记中并未记载 王昌岭的北上行踪 他自己也没能像杜甫一样 记录下当时的所见所闻 我们只知道 他的目标还未实现 命运便将他送上更为悲惨的不归路 公元757年 王昌岭走到博州 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博州市 他刚刚进入此地 刺史吕秋小就得到了消息 吕秋小 父姓吕秋 文人出身 善于写诗 一路坐到刺史的位置 在全唐诗中 收录了他的一首诗 《夜渡江》 虽然有才 但人品颇差 这个人 在两唐书当中的记载 就是这个人的个性 本来就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这个家伙是一个 这个家伙是一个心理变态 有人格 有严重人格缺陷的人 说他是这个 刚愎自用 而且刻薄寡恩 吕秋小听闻 诗家夫子路过此地 便想借助王昌岭 点评他的诗句 给自己增加名气 王昌岭 王昌岭刚到伯州 吕秋小便将他请到了自己家中 还让他加入自己的幕府 王昌岭本是豪迈直爽之人 此时北归心切 他不会屈服于此 甚至会极力讽刺吕秋小 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 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对话 但不可否认 这是一次失败的会面 我写诗不比你差 名气却不如你 那不如把你杀掉 据传 王昌岭还没有离开伯州 这位傲慢的刺史 便派人将他杀掉了 史书记载 王昌岭 王昌岭以刀火之计归乡里 为刺史吕秋小所计而杀 这个王昌岭的死是让人感觉很意外的 但是究竟杀害他的原因是什么 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 可能一个是跟他那个不屈小节的品性有关 另外呢 跟他这个财有关 世财傲务的人 他往往会忽略了一点 方圆实力有人言 光自己爽了 可能不小心哪一句话也就伤着谁了 能够下这个毒手我是一点也不奇怪 我还是倾向于就是认为 他就是嫉妒王昌岭的那个声明 而且呢 你要你要注意到 这个时候是安史之乱已经爆发了 天下大乱 对于这个吕秋小这种人来说 他大有一种 此时可以浑水摸鱼这样的一种心 有人说整个圣堂七绝 王昌岭几乎独占六分之一 唯有他可以和李白争胜 回看他的一生 他好像被命运扼住了喉咙 他生来豪气云天 却一辈子被贬 东奔西走 在蹉跎中走过一生 如果要问他的遗憾是什么 那就是他向往编弓 可未能征战沙场 他才华出众 却遭小人妒忌 含冤而死 生如逆缕于多段长 一夜偏周已渡江 这样一位伟大诗人 人生亦不过惨淡收场 这是王昌岭的悲剧 也是时代的悲剧 公平会迟到 但从不缺席 吕秋晓忘了文人粉丝的厉害 王昌岭有一位铁粉 宰相张浩 就在这一年 虽阳之战爆发 傲慢的吕秋晓 拒不执行张浩的命令 导致虽阳失守 张浩要以失期之罪 仗杀吕秋晓 吕秋晓借口 尚有老母 祈求一条生路 之后 吕秋晓听到了 让自己肝胆剧烈的一句话 王昌岭之亲 欲与谁养护 吕秋晓可能至死都没有想到 自己随手杀了一个小官 竟然会迎来如此惨烈的结果 如果有后悔药的话 那一天 他一定会把王昌岭奉为坐上宾 王昌岭去世的消息传到龙标 当地村民为了怀念他 修建了状元亭 状元祠 和状元桥 甚至有香绳出资 为他修建了一个衣冠种 以表怀贤敬才之心 当生命走到尽头时 不知王昌岭是怎样的心境 不管怎样 一生情感细腻的他 跟他在诗中写的一样 无论命运怎样寒风凛冽 始终一片冰心在玉湖 请不吝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